我們要來花一點時間來談一談 就是大陸現在目前 這個海軍的實力 我們在關注的 就包括說是在中東的局勢 還有包括像是 俄烏的最新戰情之餘 來看看大陸現在目前在海軍 你看到呢 它的造舰能力 其實我今天說實在的 我看到這個外電一個消息 就是Fox News 他們的這個分析呢就是說 哇 現在這個中國的造舰能力 原來是美國的兩百多倍 賴老師我們這個 不是早就已經提過了嗎 我覺得真的是很好笑 是不是應該要看一下 我們的頭條開講 對 很早就講了 對 這個現在難道才發現嗎 然後才開始去點出 就是說美國的那些造船廠的問題 到底是出現在哪裡 它目前無解 它無解 對 目前 它說本來應該是一年十艘 後來變一年一艘 因為它是委託義大利做的 它並不是自己做 不是自己做 它是委託義大利 義大利到美國設廠 而且他說他們會一直改 一直改 要一直改造舰的設計 結果一直改 改到後來呢 就會一直往後延 這個就是我常講的就是說 美國它本身的研究 還有他們的戰略家的能力有限 例如說它會改的原因就是 例如說它看到中國大陸 又發展出什麼樣的導彈驅逐艦 例如說055出來了 或者是052D 例如說中國大陸原來是052A 我就根據你052A我來設計 結果照一半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052B出來了 然後它又這樣子不行 我都比較說再改一下 可是等到D出來以後 它又說這樣我不行 我又再改 那這樣的話 我是義大利的成造廠 我一直在修改 那這當然工期就延緩了嘛 然後還有就是工人的素質 能不能跟得上 所以我覺得對美國人來說 它是根據中國大陸的發展到哪裡 它就修到哪裡 那是不對的 不是啊 這個很對啊 因為大陸現在變成走在前面 不是 因為它沒有辦法超前部署 這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美國犯了一個錯嘛 美國它一直認為傳統的這種造型的 這種戰艦是落伍的 所以它要搞一個諸姆特什麼號的那種 或是要搞一個平海戰鬥艦那種 然後結果後來證明它那個東西是 我用美國的高屆軍官用的話 就一坨屍 他這樣子形容啊 因為你也知道武器啊 我們在戰場的時候 我們最怕的就是我用的武器 它突然間故障 我打不出去 我打不出去我就吻死啊 對不對 所以我寧可用一個機械的 比較笨的 但是我能夠打得出去 我才不要用一個 你說很棒很棒 但是它一天到晚故障 那我的命就沒了 那美國的設計開發的東西 很多的時候就是很棒很棒很棒 但是它會故障 而且它故障的頻率很高 例如說前一段時間 就是平海戰鬥艦 開在海中拋錨了 那就吻死無疑 還有什麼雷特號我也忘了 就是一種什麼未來戰艦什麼的 包的這樣三角形的 說隱身戰艦 結果它一天到晚拋錨 現在不量產了結束了 就是不堪用啊 不堪用 那我們來看 所以大陸的海軍 就光是兩艘驅逐艦 其實就可以讓北約的成員國 很緊張 我們看到呢 這是英國的皇家海軍 李士滿號護衛艦 它監視著經過英國的 英吉利海峽的這個軍艦 那這個呢 焦座艦跟鴻湖號 一個是驅逐艦 一個是綜合補給艦 那賴老師 其實你看前面的這個 就是英國的軍艦 要緊盯著大陸的兩艘船艦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當然英國趕快 它就強調就是說 其實我們都是一直有在緊盯著 我們都好像一切是在掌握中 但是事實上呢 這個我們很好奇的是說 這個焦座艦跟鴻湖艦 它們其實是從俄國離開的 聖彼得堡離開的 那7月底的時候 還曾經有跟俄國一起做聯合演練 那結果這只是回航啊 那回航那就需要讓英國的海軍 這麼樣的緊張嗎 而且事實上 我看到另外也有一個 外電也有提到就是說 是中國軍艦開離了北約湖 所以一路穿越英吉利海峽 那不是只有英國在沿鎮一帶 包括英國 法國 甚至是比利時都在監看 賴老師這是什麼道理 其實中國的軍隊啊 基本上有一種特性 就是只做不說 或是多做少說 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們看到過去都是英國的 或是北約的軍艦 到中國的江門口耀無揚威嘛 不管穿過台灣海峽啦 或是到了長江口啦 前段時間不是抵近十二海里嗎 日本的軍艦對不對 或者是到渤海這個地方啊 威脅到河北那個地方的安全等等 軍艦它因為它的上面 都有一百多個導彈 還有火炮 所以它是可以對於這個國家的 內部的軍事基地啊 城市啊工業啊 科技園區進行打擊的 所以它是等於是說 我可以打到你的 那過去北約的國家 就常常到中國來 說我可以打你喔 我荷蘭也可以說我可以打你喔 所以你看到這些國家 每次都這樣做 那它為什麼肆無忌憚 就是你打不到我 你跑不到我這邊來嘛 我這麼遠 但我可以到你家來 那為什麼它可以到你家來 它可以到美國啦 到美國像菲律賓啦 或是到日本啦去補給啊 所以它有很多海上的支撐點 然後它就是設定中國大陸 就是說你沒有啊 你打不到我呀 那你能對我怎麼樣 所以我就沒事到你家 耀武揚威 那以後中國大陸也常常會去那邊 是的 那這個部分裡面 對大陸來講就是沒有關係啊 我可以忍啊 那我就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 好 現在中國的船艦 已經建造遠洋的船艦出來了 為什麼剛剛你有講的洪福 那個洪福號 洪福號就是一個補給艦 所以它等於是我一個補給艦出去 我就可以讓我的軍艦 在沿海沒有 沿岸沒有 沒有靠港的情況下 沒有靠港的情況下 我可以滿足它的需求 海上直接補給 對 那這次中國大陸是去參加 聖彼得的海軍節 對 那去的時候其實 聖彼得堡 大家記得嗎 對 前不久的時候 其實北約國家 他們露索的一件事 並不是返港返回的時候 陸京他們應激令海峽 那是什麼 其實兩次 兩次啊 對 所以中國大陸 到了聖彼得堡的時候 跟俄國的海軍 有了聯合軍演之後 就參加他們的海軍節 但事實上在這個中間呢 大陸的交錯號跟補給艦 洪福號 洪福號 就到了英國的英吉利海峽 穿梭一次 穿梭完了以後又回去了 然後再穿梭第二次 那是第二次的時候 都要回家了才過來 那這代表什麼 代表中國的軍艦 可以在英國的四周活動了 可以打到倫敦 可以打到利物浦 可以打到英國的境內的 每一個軍事的要塞 可以打到法國的境內的 軍事要塞 因為這些中程的彈道導彈 例如說可以打兩三千公里 就可以打到巴黎了 好 所以英國緊張了 法國緊張了 比利時緊張了 其實荷蘭也要緊張了 好 這一些國家過去 都到中國大陸家門口 耀武揚威的 未來中國的船艦 在你的家長期的巡邏 也會變成常態 為什麼 因為只要大陸 現在要做的一件事 是跟俄羅斯簽訂一個 這種相互準入的一個協定 那也就是未來中國大陸的軍艦 如果更多的定期的停泊 停靠在聖皮特堡 然後每一次就在波羅的海 在英吉利海峽 就是在北約湖 在這地方巡邏 那麼未來中國大陸 如果跟俄羅斯 能夠再簽訂一個空軍的 支援協定 那未來中國的戰風機 轟炸機跟戰鬥機 也可以在這個地方 不斷的巡邏 那也就是偵察機 運輸機 轟炸機 電戰機 預警機 都在這個地方 支援海軍作戰的話 那中國大陸未來在 北約的軍事存在就在了 那這樣的話 就能夠有效的 吸住北約的力量回防 你覺得這是大陸 未來走的路 一定要走 不是未來要走的路 不是在海上而已 還會在空中 日本也要有一個海參崴 要有一個長期的存在 然後在聖皮特堡 也要有一個長期的存在 那因為中國的建造數量 你看這幾年 中國的海軍的建造 就是英國的全部 總海軍的總量 所以大陸當然要繼續造 14億人口 你的海軍當然要 美國的兩倍以上 所以我就給大家看一個畫面 這其實是美國自己軍方 他們自己釋出的一個影片 叫做竹鷹聯合演習 他直接就是告訴你說 我們就是要應對 中國的挑戰 那今年有一個紅旗二三 第四之一的演習 作為基礎呢 那麼他接下來 他就緊接著 那麼還跟這個 英國跟澳洲的空軍 你看又是美英澳 他們聚集在哪邊演練 是在東太平洋的海域 全天候實戰化 你看到那個畫面 他們還有練習 怎麼樣空中加油 那在這一次呢 其實你很明顯就看到說 他們現在要加強演練了 什麼F-22也來啊 F-35A也來了 我這個看起來 這個密度就更高了 確實覺得解放軍的壓力很大 這個演練是這樣的 因為它是從紅旗延伸到竹鷹 那為什麼會有一二三 一就是美軍自己演練 叫一 美國自己 例如說紅旗今年的 第十四屆之一 然後二就是五眼聯盟的演練 三就是擴大給五眼聯盟以外的 美國的盟軍一起聯合演練 然後這個演練一結束以後 美軍又會再弄一個 竹鷹的演練 這就是單獨針對中國大陸 所以它有紅軍跟藍軍的對抗賽 那有戰鬥機 有轟炸機 有各種演練的一個方式 就是假想中國的空軍 然後要去攻擊美國 或者是跟美國交戰的時候 那美國跟它的盟友要怎麼做 所以一樣它會有這個竹鷹 一 二 三 美國自己要怎麼打 美國跟五眼聯盟要怎麼打 聯合起來要怎麼打 美國跟日本韓國等盟友 聯合起來要怎麼打 它有這個 然後在這次演練的科目中 它希望它的戰鬥員 空軍的飛機 在空中的停留時間 尤其戰鬥機 停留時間更長一點 所以它延伸到六個小時 以往戰鬥機上去下來 兩個小時左右 它這次希望他們 戰鬥機的飛行員 停久一點 那停到六個小時 所以它尿尿要上飛機之前 要尿好 因為不然的話 你在空中的話 你要自己排尿 還蠻辛苦 好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它是必須要進行空中加油 這個好像就是 對 就要進行空中加油 你看那個畫面對不對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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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這樣來的 對 因為他們其實也知道就是說 接下來這個任務的時間 只會更長 會更長 因為它面對的是解放軍的這種 強大的作戰能力 強大的作戰能力 尤其是空軍的作戰 因為解放軍的空軍的武力 會越來越強大 對 所以它會用這個F-35 模擬成為殲-20 對啊 所以賴老師你看 光是看到這個 你就覺得好笑了 8月10號的這一天 其實菲律賓的有一艘運輸機 那它闖入到了黃岩島的空域 干擾了解放軍的海上演訓 那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飛機呢 這個說實在的啦 等一下我給大家看一下 菲律賓的是什麼樣的運輸機 結果馬上遭到大陸兩架戰鬥機的攔截 並且投放了紅外干擾彈 來予以警告 有一點白白的那一條長長的線 其實就是用紅外干擾彈 就是洩光彈啦 洩光彈啦 對 那大陸的戰鬥機 有人講是殲-11 那我們不太確定 不過說實在的就是 這個是不是也因此可以看得出 大陸馬上就反應 並且呢就及時的 來這個把菲律賓 趕走 那你看到這邊 這個就是菲律賓的那個運輸機 這個運輸機 對呀它還是螺旋槳的耶 慢速機 那你怎麼跟大陸的 這個戰鬥機相比 對啊 是不是 它就是挑釁啊 到黃岩島裡面來挑釁 那進入這個空域的時候 警告驅離無效嘛 那當然就是要用強制性的驅離 那我也只能說 其實現在菲律賓也蠻勇敢的啦 我覺得菲律賓在玩火啦 因為中國大陸是提醒你 警告你 然後逐漸的施壓 對 大陸的戰鬥機的飛行員 跟這個螺旋槳的慢速機 來說的話 這個超高音速是速度很快 那這些飛行員的飛行技術 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它的卸光彈可以打得遠 也可以打得近 它其實沒有很逼近它耶 沒有 打得很遠 就是提醒你不要再囂張了 對 那如果要打得很近的話 那卸光彈打在你的螺旋槳的上面 被你吸下來 很容易就著火 哇 這個部分裡面 那不排除會墜機喔 但是問題就在於 有的時候我們是這樣子 我們碰到一些 一些見識短潛的人 他不知輕重 他不知事態的輕重 像菲律賓就是一個 見識短潛的這種 我們常講的就是 沒知識沒見識的一個國家 這種國家 他不知道事態的輕重性 他不知道大國的克制 是考慮全局 不是他沒有能力 也不是他膽怯 也不是他軟弱 是他一種高度的克制力 可是如果說 我克制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到了一個極限 那這個時候 當他不再克制 他的一反擊的力道之強 我們常常看到那些人 常常被打了以後 就哭了就叫 然後就哀地求饒這種 就難看了沒有必要 我覺得這種 有時候我們講的 灰灰蒼飲 就是蒼飲來的時候灰灰 你喜歡用那個來作為比喻 灰灰蒼飲很煩 可是如果有一天火大了 就拿一個蒼飲拍 啪一下 下去的時候 那這個情況 就完全不一樣了 可是事實上我覺得 就是菲律賓他們自己 也沒有想到嗎 就是說其實 山東劍是在那裡的 就是在南海作陣 而且其實你看 他們馬上 這個山東劍 他們還有這個 所謂的實彈射擊 實彈射擊的演練就來了 你看之前就是說 我們就是有一個演訓 可是後來就是直接來個實彈 那你怕不怕呢 玉琴啊 對於沒有見識的人 他們不知道事情的輕重 菲律賓沒有啊 菲律賓現在真的 它就是說 我要跟更多的國家 要來做什麼 聯合演習 因為之前已經有這個 開過先例了嘛 沒有 我為什麼會一直強調說 沒有見識的人 他們就不知輕重 就是實彈的演練 意思告訴你說 必要的時候 我有能力直接摧毀你的 所有的軍事基地跟軍事目標 我有能力 我不做而已 你不要以為 你真的可以囂張 對啊 但現在菲律賓就是 還是認為說 反正有很多其他的國家 都在一起的時候 而且它現在重點是 它增加它的演習的頻率 我增加演習的頻率 那意思是 以後呢 這個你就不敢靠過來了 菲律賓也許是這樣想 這個叫做 沒有知識 不知輕重 好 不過坦白講啦 大陸方面 其實現在一方面 我們剛剛講那個山東界 它後來就是在這個 呂宋島的這個西北方 馬上就在那裡出現了 而且再者就是 其實還要透過更多的 與其他國家 其他東盟國家對話 因為現在澳洲是 拉著其他的東盟國家說 我要延續 然後這裡面我注意到 是有印尼的 但是大陸呢 你看他副外長 也跟印尼的這個外交官 也要來對話 而且它是2加2的形式 就是國防跟外交 對 所以就是 你美國一天到晚 就拉著人家2加2對話 其實現在大陸也是啊 所以大陸跟印尼的這個2加2 也是算是 跟其他的外國的第一個 2加2的對話 是的 中國大陸也開始 推動這個模式 也就是說外交跟軍事 一起合作的模式 對 那一旦建立起2加2的 這平台的時候 那也就是說 兩國之間的軍事合作 跟外交合作 會同步在推動中 那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 推動的過程中 中國大陸的跟東盟的國家 進行軍事合作交流 就會越來越多 密度會越來越高 大陸是不要東盟的國家 選邊站 所以東盟的國家 跟中國大陸交往比較輕鬆 也就是說我跟你交往 我也可以跟美國來往 我也可以跟日本 你不會有意見的 但是你只要不碰到我的利益 不去 你們交往的目的 不是為了要對付我 中國大陸都不會有意見 可是美國他們是要 這些國家選邊站 那不一樣的 那這樣的情形下的話 他們跟美國交往 是有壓力的 因為美國要他說 你罵一下中國 你去刺他一下 然後你不刺的話 就要對你怎麼樣 那這些國家 他是有壓力的 馬來西亞的總理 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代表 他就是一天到晚 被美國人說 你給我怎麼樣 你給我怎麼樣 然後他不怎麼樣的時候 他就要修理 要整馬來西亞總理 所以他就乾脆直接公諸於世 說美國人怎麼弄他 美國人怎麼弄馬來西亞 是啊 所以現在其他的國家 你看包括印尼 甚至還有個越南 越南的蘇林 他是成為總書記了嗎 而且他一旦成為總書記 第一時間就跑去中國大陸 對啊 下個禮拜 就要會見跟大陸領導人 習近平見面了 我覺得台灣的媒體很有趣 台灣有個媒體 裝得像藍影的媒體 裝得像藍影的媒體 結果他標題下得很怪 我一看都覺得這很奇怪 跟我這個標不一樣 對 這個完全不一樣 但是你要怎麼解讀這個會面 觀眾朋友你們要記得一件事 我想這個是我們在跟大陸分析 跟觀眾朋友分析 國際政治的時候 我們常常講 新任的領導人 第一個訪問國 通常都是他最重視的 那所以蘇林是越南 新任的領導人總書記 他第一個訪問出訪的國家 是中國大陸 這代表在他的任內 他是更看重中國大陸 希望跟大陸建立起更緊密的關係 可是越南之所以 會讓我們覺得很頭痛 是因為越南常常會搖擺不定 竹子外交吧 竹子外交 但是問題是 通常在北越的官員執政的時候 中越的關係比較穩定 南越的官員執政的時候 中越的關係通常不穩定 這一次是北越的官員 把南越的這些貪腐的官員 清洗得差不多了 所以蘇林是北越的官員 他是公安大學畢業的 他是來自於北越 越北的地區 所以他們本身跟中方的關係 相對來講會比較穩定一點 那我們也希望越南能夠穩定 一段時間 可是一旦南越的成為總理了以後 那麼中越的關係又變了 好 今天也非常謝謝賴老師 跟我們的分析 這一個小時的晴天天下事 時間也真的是過得蠻快的 是的 剛才聽到外面在打雷了 很像下雨 這個歡迎大家 這個待會兒的 這個在看完了之後 記得幫我們來按讚之外 多多的分享 協助我們推播喔 其實晴天天下事更多的支持 謝謝大家 我們稍後見 拜拜 拜拜 請教官在這邊要特別推薦給大家 中天最新推出的肌膚保濕的產品 真的是很好用 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KS Royal Care 蘆蕙保濕舒緩凝膠 其實如果說像現在甜言夏日 大家這個曬過太陽非常的不適 皮膚是又乾又曬的 就很適合來使用這一款產品 而且它甚至如果說 就算你不是為了在日曬之後來使用 也可以來用作保濕 所以推薦給大家 那麼接下來看看這個影片之後 您就可以了解它對於肌膚的保濕功能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蕙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蕙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蕙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蕙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蕙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